字幕提供 保存遊戲進度喔 那首先我們看到的地方呢 就是算是我們的家園 那往旁邊滑 會看到裡面還有非常多的建築物 這個遊戲呢 是算是一個牌卡的策略遊戲 因此我們的目的 就是要拿到許許多多的牌卡 那首先 先讓我們點選左邊的這個陣容 點選進陣容之後 會看到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牌卡 像是上面有一個拳頭 代表我們擁有的力氣 那底下這裡有一個 算是精力的東西吧 那如果我們想要更換牌卡怎麼辦呢 在這裡有一個替換 按下替換之後 可以選擇我們所擁有的其他牌卡 那如果不知道這個牌卡有什麼功能 你可以點選之後再按左下角的詳情 它就會告訴你這個牌卡有什麼樣的特色 點選右上角的叉叉就可以回到前一頁喔 那牌卡除了更換之外呢 我們還需要強化 在替換底下的強化按鈕 點進去之後 可以選擇我們要強化的人偶 再按下右下角的強化 強化馬上就成功啦 按下確定 除此之外呢 為了要讓攻擊可以變得更厲害 因此還需要添加武器 還有防護道具 點選這個框框 就可以點選我們想要的防護道具 選擇了之後呢 就按下裝備 它就會幫我們穿在身上 就可以增加防護力喔 結束完陣容的部分 讓我們看看副本 點選進副本之後 會看見現在要打的遊戲 按下執行之後 它會 就有時候會有一些 增加經驗值等等的 那這樣一直點選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執行這個任務啦 這個遊戲裡面共分為五種屬性 那屬性跟屬性是相剋的 剛剛有看到我們的戰鬥過程 不用用手去點擊 它就會自動進行戰鬥 如果勝利的話呢 可以選擇一個禮物 那我們得到的這個是熊強盜 也可以按下底下的陣容對比 它就會告訴我們 剛剛遊戲對答中 我們究竟碰上什麼樣的強手 那如果想要看剛剛的打鬥畫面 點選左下角的回放 它就會播出剛剛的戰鬥過程 那如果不需要的話 可以按下返回喔 除了副本之外 也可以按下底下的活動 在活動訊息裡面呢 它就會提供鑽石滾滾來的好玩遊戲啦 每天都有一次免費機會 我們得到五顆鑽石 按下收取 回到家園的部分 進到粉紅色的這棟屋子 這是我們的龜仙屋 可以利用金幣然後來買這些武術家 除了龜仙屋之外呢 旁邊這個是精神時間屋 但是這個要到等級10之後才會開啟喔 旁邊這個拉麵館到底是什麼呢 剛剛有提到裡面的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需要金幣的 那這個拉麵館算是我們開的店 要如何開店就按下這個建遞 進入建遞之後呢 裡面會有一些店家 是我們現在可以選擇的 像是拉麵館呢 它每三個小時會生產9000個金幣 那點選這個9000元之後 它就會開始建造 就可以建造我們的拉麵館 總之這是一款非常好上手的遊戲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趕快去下載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